OK就是Data OnWire Data OnWire这个我已经提到了 也是蛮有意思的 你们只要知道 这可跟传统的那种软件 LAMP那种或者AGS都已经十分不同了 因为所有东西都在本地来完成的 Wire Language不用说了 这肯定是Wire Language 你们也看到了 Servor端跑的JS跟Client端跑的JS 各自跑在不同的地方 如果你们看原代码的时候 你也就看到了 有的JS是放在一个叫Client的目录里边的 这个大目录 有的是放在Server目录里边的 Server目录里的文件 是不会放在Client端去执行的 Client端的文件 也不会跑到Server端去执行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文件 是在这两个目录之外 你比如在Libs 这里边的这些文件 你比如Collection 这个List的定义 这个的定义就会出现在 Client端跟Server都会有 也幸亏都有 否则的话呢 我怎么去在两个 在两个服务器端和浏览器端都有这样一个List 你们刚才记得吧 我在这敲了一下 在这我也敲List 马上这个就有反应 如果咱们假设这个东西是在Server端运行的话 Client端没有这个定义 那么你一定会出一个错误 因为这个List找不到了 因为Client端没有这么个 这个变量出现 那你就会出类似的这样 就会出刚才我说那样错误 包括土杜斯也一样 你假如把这个放到Server端 那土杜斯在Client端就没有了 也幸亏因为他们两个都有 所以呢 那这数据库里边这个记录呢 会在内存中形成这样两个object 然后才能实现刚才我们说的DDP的传输 让他加了一个就加了一个 让他减一个就减一个 这都是由于这个原因 有这个原因引起才能实现的 那么好处显而易见 如果假设咱们现在不是用Meter 是用其他的架构 在写这样的一个app 你所有的这种变量 比如List里边的object 或者都是里边这些object 你必须定义两遍 前端用JavaScript定义一次 毫无疑问的 你必须得用JavaScript 因为前端也没有别的选择 你后端呢 如果用Python也好 用Ruby也好 用Java CShare 补索 什么语言物都得再定义一遍 因为这些东西 它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语言 两个不同的运行环境 但是在Meter里边 好处是说 我这个文件是共用的 这Cashions文件在哪 在编译到Server和Cashions都有 所以这东西只写一次就行了 当你对这个变量有所变化的时候 比如增加字段 减少字段 改变它的Function的名字 比如这个名字我改了 你不需要去改两次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因为我们写软件的时候 经常会发生前端公司 后端公司这个协调 有的时候会出点错误 以至于有一个改动前端改后端没改 或者后端改了前端没改 不拉不拉不拉的 这个东西 好多好多问题都是这么产生的 好 一个语言 一个语言好 真是好 那么Database Everywhere 这个其实我也讲到了 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Database Everywhere了 我们做完一个就勾掉一个 三个勾掉 Database Everywhere就是说 我的前端跟后端都有数据库 前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你看这个田团数据库就知道了 土肚子也是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它 用这个命令 用这个MangoDB的命令 在这个地方稍微说一句 我们这个课程对MangoDB 是有一些先修要求的 因为Meteor是需要MangoDB 做它的后端数据库 如果咱们的学员里边说 我从来没接触过MangoDB 我是不是现在得学到什么程度 我就能看懂Meteor了 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不需要成为一个MangoDB的专家 因为在team里边可能 有其他人比你更擅长 这个MangoDB 但是你至少要会一些简单的操作 比如像这样 Find Fetch 以及一些基本概念 比如在这个非关系数据库的 一些基本概念 这些是一定要知道的 能够至少能增判改查 然后怎么设计这个schema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重要的 至于不需要知道的话 比如说服务器的一些管理 比如备份 怎么做index 怎么做sharding 这些东西都属于高级要求 我不觉得咱们现在非得把它看懂 才能学咱们的Meteor 所以要了解 但是事可而止 然后我们更花的时间更多的 就是说你只要学到 我们课程需要的东西 能用到的东西能用就可以了 以后在咱们实际课程 在实际课后的这种做project的时候 你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遇到什么问题 去解决什么问题 去检查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不 我就在这多说两句 也许我们如果大家都有这个要求 都希望听我来讲的话 可能我也也可以 专门再开一个MichaelDB的课程 给大家讲讲MichaelDB 那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互联网技术 好继续说这个Data 这个Data Anywhere 这个东西数据库端 那个Servor端肯定有数据库 这不用说跟这个是一模一样 一一对应的 只不过呢 前端的这个数据库呢 是Servor端数据库的一个子集 为什么叫子集呢 你们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把Servor数据库 全都端到你本地 那你的你的浏览器得多么强大 而且你得用多少带宽呢 所以这个不可能的 所以我刚刚提到这个 这个Subscription和Publish 就是这种叫做订阅与这个发布 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的前端 这个Client端是要通过订阅这个函数 向Servor端请教说 我需要订阅哪些类型的数据 你以咱们这个App为例 To Do's为例 就是很典型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 就是说比如我现在点Languages 我点Languages的话 我只需要订阅 这个页面中只有Languages 这个东西 刚才那些科学家 我就不再需要了 我就不需要 科学家有改动 也不用给我 如果你在这个科学家这里边的话 你们看有张衡主通知什么的 这个时候你要向Servor说 我想订阅这个科学家 这个Collection里边的内容 如果他不是的话 你也不用给我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讲的PubSub结构 在我们刚才看一开始就看到 这一开始先Sub几个东西 然后Edit Edit 然后再Sub几个 再Publish出来 那代码呢 就是在这边 我们得看有一个Publish.js 再看前端一定有对应的 这个叫Subscribe.js 看这 代码你现在可能看不明白 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个代码 这以后会详细讲到 你看这个Subscribe 然后就会有这边的Publish 我Subscribe什么呢 就是说Subscribe Public list Private list 后面还有啊 如果你是进到某一个list的页面的时候 我就要Subscribe Todos Todos的一个表的名字 然后后面这个条件 我只需要找哪一个Todos的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如果咱们现在在这个页面 咱们这个页面叫Favorite Scientist 我最喜欢的科学家 他后面有个ID 就是这个GPLRX什么的 这个就实际上是运行到这个地方 就是后面这个in this的Parameters.ID 就是把它Subscribe 问Server要 Server呢就是执行这个 叫Todos 就是这个 然后参数就是从这前端传过来的这个参数 然后呢 检查一下这如果是Stream 没问题 然后就去Todos 这个Server的表里面是Find的 搜索到ID 等于刚才我传过来那个就这个玩意 怎么这个ID 等于它的时候 这些会被传到Client端 也就是后来就会出现一大堆 这Edit Edit Edit 哪个Collection 那比如这TodosAction 这什么这种 就是这几个就过来了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我如果把现在 这个你们现在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马上就随便翻两下 就是这翻到下一个页面 比如Principles 你看 看到了吗 这边马上就多了一堆东西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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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Remove掉了那些东西 把原来那些什么张横主通知 就Remove掉了 告诉说前段说你没标存了 因为你换那个页面就用不着了 张横主通知都应该在这都都都都没有了 这会都被都被干掉了 然后如果你说我们再回来再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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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tist 然后你们看啊这边啊又又是一大堆 后面又一大堆啊 又同样换过来了 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呢 在前端 这前端这边呢 就保存了 我现在需要显示的这个这部分的东西的数据 像色谷端订阅 色谷端告诉我 你根据你的订阅要求 我把这个你需要显示数据呢 通过DDP 通过这样一些message啊 送到你的前端的数据库里边 然后你前端数据库就有了 有了以后呢 就会显示到这个页面上来 谢谢